大家好 又是足球列转的时间 上次说了简东娜在法国的生活 今集说她在英格兰的联赛如何发挥阳光大 其实本来简东娜有机会在1991年年底加盟尼密铺 不过桑拿士拒绝了法国领队帕天尼的要求 结果她去了石洲三试脚 但她试脚过程非常有趣 立刻和大家看看她当时的照片 她在石洲三踢了两天 因为法兰斯拒绝了她的要求 结果简东娜很快就离开了石洲三 加盟了列斯联 去到列斯联就神奇了 几个月之间就帮列斯联拿到最后一届的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 而简东娜的名字也很快在英伦那里红透半边天 不过她在列斯联的时间都很短暂 不够一年 在92年年尾 费格逊做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她用了130万磅 收购这位法国各脚 简东娜来到曼联就改变了曼联球会的命运 也改变了她一生 1992至93年 看到反领这件衣服是简东娜的标记 这件是作客波衫 她第一季去到曼联 曼联时隔26年再次拿到联赛冠军 成为第一届英超联的帮主 之后那一季她曼联拿到商料冠军 足总杯和英超冠军 曼联的联赛冠军就认真威衰 当她事业一帆封讯的时候 估不到1995年1月对水晶公的赛事 这一脚非脚就令她负上昂贵的代价 首先是国家队队长比赛被人痴夺了 还有她要停赛10个月 很多人都以为简东娜会因此而离开英格兰球坛 那季因为她的缺陣 曼联也失落了英超冠军 不过斐加迅对这位外长全力支持 10个月后她服出带领七小福 帮曼联走向另一个高峰 大家可以看一些照片就一定记得了 1995至1996年曼联再次得到双鸟冠军 对礼物浦那场足中杯决赛 她的凌空抽射咬腰 大家都还跚跚跚跚跚 一比零击败了礼物浦 再次三年内第二次得到双鸟冠军 同年她亦被选为英格兰足球先生 当她事业如日中天之際 1996至1997年 她是第四次替曼联取英超冠军 五年内第四次奪标 但是同年的夏天她突然宣布挂虚 这个决定震惊所有人 简东那挂虚也标志着曼联进入另一个年代 就是碧咸和七小福的年代 但是她对曼联的贡献都可以说是无用置疑 西岸山后她也是踢过富士或拍过戏 但是始终她都没有在顶级赛事再复出 但是大家都很怀念这位反领大帝 昔日在球场上的风采 今集的《足球列传》就介绍到这里 下集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